下面我们学习本节的第二个大问题 复合金融工具 复合金融工具它的意思是既有负债成分 也有权益成分 包含有金融负债 包含有权益工具 最典型的那就是我们以前所学习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要分解为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 它就是一项复合金融工具 那么对于企业如果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样的复合金融工具 在会计处理时重点找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可转换工具的转换 说白了就是我们前面学习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成股票的会计处理 在可转换工具转换时 应终止确认负债成分 并将其确认为权益 我们对照我们前面学习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成股票 那就由负债成分终止确认 转为所有的权益 原来的权益仍然保留为权益 只是从一个项目转到另一个项目 这啥意思 怎么理解 等一会儿我给大家写分路 另外可转换工具转换时 是不产生损益的 没有损益 它是负债和所有的权益之间进行转换 看起来很抽象 但是呢 我们已经学习过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成股票的分路 请大家看看吧 这是我们以前所学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成股票的会计处理 借应付债券 我没有写明细科目了 本来应该有面值 利息调整等等 将其余额从相反方向结清 这样负债就没有了 转成股票 将原来的权益成分 这不是以前一个权益成分 转股权吗 当时记在权益 其他权益工具里面 负债部分 权益部分 统统转入所有的权益 带股本 带资本公期 股本一价 这样一说 看前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在可转换工具转股时 应终止确认负债成分 借应付债券 并将其确认为权益 借方的金额终止 转到贷方 贷方谁啊 所有的权益 另外原来的权益成分 不就是其他权益工具 仍然保留了权益 只不过转到哪儿去了 转到资本公企 股本一家里面去了 转到股本一家里面 反正只转到 别的所有的权益里面去了 所以是从权益的一个项目 转到结转到另一个项目 另外可转换工资债券 转股时 不产生损益 注意选择题的选项 他在表达的时候 他说不产生损益 那就对的 产生损益 这笔分货 他说产生损益 那说法就是错的 所以书上比较抽象的文字 我们结合前面学习的内容 尤其是这笔快捷分货 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讲完以后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去年的考题 计算分析题 涉及到金融工具 这一章的部分知识点 这是整个计算分析题的一部分 2019年至2020年 甲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 获实相如下 过一 2019年7月1号 甲公司以每份面值100元的价格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0万份 募集资金时1000万元 不考虑发行费用 问题简单化 该债券程序期为3年 漂灭年利率为5% 利息按年支付 倒计一次还本 该批债券自2020年7月1号起 即可按照每10元一股的转股价 转换为普通股 与转股价格10块钱 在转换日之前 如果甲公司发生配股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等资本结构变化的事项 转股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以确保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不被稀释 这句话呢 在考试的时候 这道题而言 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关心的 这是实务当中的问题 因为配股了 或者资本攻击转增了 那么股本会发生变化 那就会导致这个转股价要调整 这是实务当中的问题 了解一下 对我们做题没有什么影响 方前摘线时 市场上不含转股权 但其他条件与之类似的债券利率为6% 也就是市场利率为6% 不考虑交易费用 所以也就是实际利率 第二 2020年7月1号 上述债券全部按照原店的价格 每股10元 将本金转换为普通股 共计100万股 因为前面总的金额是1000万元 除以转股价10 等于100万股 其他资料 第一给了一些限制系数 包括福利限制 年金限制 第二 假定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息费用 采用负债的初始入战金额 乘以年实际利率 安月平均计题 题目说安月计题 平均 这要先把一年算出来 实际利率法一年算出来 然后12个月除以12 算出每个月的 另外的利息费用 与2019年和2020年 均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意思就是挤到财务费用里面去 第三 本题不考虑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 这是题目的一部分 大概三分之一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在前面讲的 2021年考试呢 和这一章主观题 计算分析题有关的部分 大概有三分左右 那下面看要求 第一小题 判断假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债券的会计分类 并说明理由 第二小题 根据资料一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个资料 计算假公司发行的 可转债负债成分的 出示租资金额 并编制 19年7月1号 发行可转债的分类 还有2019年12月3日 这个计题 12月份 利息费用相关的会计分类 首先看第一小题 判断假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会计分类 并说明理由 去年有同学拿到这道题 考完以后告 反馈 说什么呢 他说 这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说叫 以公云价格计量 切记变动 基础当机层域的金融资产 这哪跟哪呀 人家是说假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不是取得可转换公司债券 为什么他会这样答题呢 是因为他在学金融工具这一章 我们前面讲到 有关金融资产的分类时 其中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资 应当做分类为 以公云价格计量 切记变动基础 当其损益的金融资产 人家说的是 投资方 持有方 今天我们这道题讲的是 发行方 两码事 所以做题要仔细 不要凭自己哪个音样生 然后就按照什么 音样的答题 按照你的感觉去答题 你不是按照出题老师 他的思路来回答问题 这个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实际上是属于什么 复合金融工具 并说明理由 理由 那就是从两个方面 它的负债成分 不能无条件避免将来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义务 因为那一部分 有可能需要还本付息的 还有一块是权益成分 权益成分 它符合固定换固定的要求 以固定金额的现金交换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所以它属于权益工具 那就是理由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第一小题 假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包含金融负债成分和权益工具成分 所以属于复合金融工具 然后接着讲理由 其中因为分两部分来回答 第一金融负债成分 应确认为以汤鱼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负债金融负债呢 理由是 假公司不能无条件避免将来以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因为有的持有人可能不装股 那不装股就意味着将来 假公司发行人要支付本金 支付利息 所以形成金融负债 另外一部分 权益工具这一部分 它应当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 我们前面给大家也讲过会计分路 为什么是权益工具呢 理由是可转换 债券持有人可以按照固定的价格 每股10元的固定价格 将持有的可转债转换为假公司的普通股 固定的价格 按照面值算下来 固定的数量的股票 所以转股权的结算是以固定数量的债券 换取固定数量的固定 固定金额 以固定金额的债券 换取固定数量的普通股 所以这个转股权是归类为权益工具 这样的答题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一点 这道题的答案 其实去年有同学 做过我编写的金字国外4的题目 就有类似的这种题目 首先也是判断 属于什么金融工具 要复合金融工具 然后说明理由 我可以这么说 今天咱们这一页值 这一页PPT 在轻似轻松过关4里面 一次不差的 抄过来的 也就是说 你要是如果把轻松过关4 那道题消化了 可以把轻松过关4里面 那一道题的答案 一次不差的 抄到卷子上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呢 在考前要多练习 多做一些题目 好 这是第一小题 再看第二小题 根据资料1 计算假公司 负债成分的处置 如占金额并编制 相关的分录 7月1号和12月31号 我想说的是 在轻松过关4里面 去2021年轻松过关4里面 同样有第二小题要求 只是数字不一样 其实做的分录都是一样的 那下面看一下 括号 首先计算负债成分 那就折现了 将利息 按年金限制系数 折算 然后将本金 按照复利限制系数 折算 折算下来是973.25 折算好了 那负债成分有了 没让我算权益成分 我可以不写 我写分录 直接写出来 计算题 有的是要求计算 全部算 负债成分多少 权益成分多少 你要算权益成分 再减一下吧 1000万面值 发行价就是面值 1000万 减去负债成分 剩下就是权益成分 所以下面7月1号的分购 借银行总管 按面值发行的1000万 然后代应付债券 可转化公司债券 面值1000万 然后代应 代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 实际上是 发行价格 总额减去负债成分 26.75 因此利息调整 也是26.75 因为这个就是973.25 总的负债成分 或者说总账 是973.25 所以利息调整 在借发 这是7月1号的 接下来再看 12月31号的 根据题目的条件 是每个月的 所以呢 我们在 7月1号发行的 如果按一年摊销 到明年2020年的6月30号 那意味着一年时间 一年时间 应该是 西出探云成本 973.25 乘以实际利率6% 全年的财务费用 因为这道题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是寄到财务费用里面 一年为单位 按实际利率探销 然后在一年里面 平均 题目要求 平均计题 所以我再除以12 算出12月份的 算出12月份 4.87 代方代应付利息 面值乘以 漂命利率 1000万乘以5% 乘以12分之1 一个月的 4.17 这样呢 两者之间一个差额 一个差额 0.7 那是本期 利息调整的 谈音销数 那根据题目的条件 那这道题呢 它只要求做到 2019年12月31号 为什么要做2019年12月31号 因为这是个全责发生制 这道题和平时做的题目不一样 平时1月1号发行 12月31号 那就是全年的 这道题是7月1号发行的 所以对2019年实际上是半年 半年呢 根据题目的条件 做一下12月份 那么我就是乘以12分之1 好 这是讲到复合健身工具 给大家呢 结合去年的考题来分析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小问题 可转换工具赎回或者回购 这个问题没考过 但是我得提醒大家 在最近这几年上市公司实务单装 很多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 所以我给大家讲到这个问题 我顺便说一下 去年有同学反馈 做了2021年轻松公安寺 后面有四套题 是我编写的 有同学很痛苦 还有同学说 好多题目都是什么可转债 折现 不会做 有的同学就干脆太难了 不做的 那说明你和这个轻松公安寺 和我没有缘分的 那就帮不上你的忙 有同学做的时候 发现有几道题 都是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 为什么 是因为最近这几年 上市公司的实务上 很多上市公司 都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作为一种再融资的渠道 因为我接触的上市公司 比较多一些 所以就是比较关心 多关心这一些 比较了解上市公司 这近几年的 最新的一些经济业务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 我就说一下 前面讲的可转债已经考 但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特殊情况 可转债 提前赎回 或者回购 这个我得提醒大家 还真没考过 而上市公司 最近这几年 很多上市公司 发行可转债 最终 它是要通过赎回 或者回购的 然后这个可转债 就结束了 那什么叫赎回 或者回购 我先举一个 上市公司的实务案例 因为我们很多 会计的理论的东西 都要结合实务来理解 你只是理论的东西 文字来几个字 你虚无缥缈的 你没有落实到实处 也就是说 实务是我们 理论 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一些基础的问题 结合这个实务 你才能 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 知道大家呢 对这个东西 有点虚 所以我就补充一个案例 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家 做光复行业的 上市公司 农机 科技 这家上市公司的业绩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这几年 一直在关注 这家上市公司 当然 这句话 就是我们所举的案例 都是帮助大家来学习的 其他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你别瞎炒股票 我说明一下 我只是作为一个案例 来分析会计的东西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的 这个你的后果自负 因为有同学 在问我这件事情 下面回到这个题目上面来 根据这家公司的目击说明书 有条件收回条款的约定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 年续30个交易日单装 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包含130% 或者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券 为转股的余额不到3000万 公司有权按面子 加上当期的应急利息的价格 赎回全部或者部分 为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什么意思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 这种可转债 对上市公司来说 它最终的目的 不是将来要还本付息的 它要还本付息 它就干脆直接发行普通债券就完了 可转债对上市公司有个好处 第一 它不是直接增发股票 因为增发股票呢 有一些限制要求 证监会 要是否符合增发股票的条件 这一点咱们学经济法 知道这个问题 证券法里面有的 如果即使你符合增发的条件 那么增发的股票啊 一旦上市流通 对市场的冲击比较大 而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不一样 它有个好处 它今天通过可转债发行以后 也达到了融资的目的 同时将来二级市场的冲击呢 并不大 因为作为可转债的持有人 它是陆陆续续转股的 比如发行一年以后 在未来三年里面 你可以转股 那这个一般不统一的 也就是说我想今天转就转 它想明天转就明天转 所以对二级市场的冲击比较小 第二 一般情况下 上市公司都希望你转成股票 为什么呢 我不用偿还债务了呀 你转成股票了 我将来就不用还本付息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都希望转成股票 这才是它的真实的目的 我既能融资 又不需要偿还 这不是好事情吗 那么有一点 上市公司希望你转股 逼着你转股 什么意思呢 假如转股价格 转股的价格 是十块钱 而这家上市公司 股票啊 它的价格 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当中 有十五个交易日以上 十五个交易日以上的收盘价 都在十三元以上 大于等于十三元 股票甚至涨到十五二十了 那么上市公司说 这么好的价格 你应该要转成股票 你转股价十块钱 转完以后按照市场价十三十五二十 你出售 你应该获得收益 如果你不转股的话 我就动用赎回权 赎回可不是那么可算的 它只是按照面值 加上当期的 可能只有1%2%的利息给你 面值加入100元 那就102元 可能这个转股的 这个可转债已经交易价格 已经是一两百块钱了 两百三百四百都有的 那么我只按照这个价格赎回 假如你是债券持有人 你要是不行使这个转股 去赶紧转成股票 你要不转的话 你就亏大了 比如这个债券 本来是两百块钱 但是你要不转股的话 它最后就给你102块钱 那么你要不转股 你要不就把债券给卖了 你二百块钱出售 不就赚钱了吗 你否则人家给你162块钱 把输回去 最终目的是 希望你干什么 希望你转成股票 但是呢 总归有时候 有一些人可忘记了 或者说他不想赚股 那么有的时候就没有赚 没有赚的话 上市公司就把这一部分 赎回来 怎么赎回呢 那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会计处理了 哎 有了刚才 我们对这个业务的理解 我们再来看会计上怎么讲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你业务都不清楚 就是文字这么说 怎么做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有的同学在学的时候 他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他学不通 因此我们在讲这个内容之前 先把这个经济业务给大家讲一下 理解了 为什么 那所以下面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 一起来看一下 企业通过在到期日前赎回或者回购 而中止一项具有转换权的可转债工具时 应当在交易日 将回购或赎回购所支付的价款 以及发生的交易费用 因为上市公司要从二期市场 要回购 那么还有交易费用 要分配至权益成分和负债成分 因为转股之前 对上市公司来讲 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都还在 那现在你要是没有转股的话 我就把它回购 发生的回购价格和交易费用 在两者之间进行分配 那么分配完以后 产生的损失或者利得 对上市公司来说 那对他来讲 他也有损失和利得 注意 这个也分摊 分配至权益成分的 寄到权益里面去 分配到负债成分的 那就寄到损益里面去 还是前面讲了一个道理 权益对应的权益 负债对应的当期损益 那这句话也还是挺抽象的 毕竟没考过这个题目 给大家写一下分路 回购的分路 原先在回购之前 站在上市公司角度 我的应付债券 负债成分在贷房 其他权益工具在贷房 现在你没有装股 我要把你回购回来 那么我回购 我贷银行存款 是不是 贷银行存款 建方借应付债券冲掉 借其他权益工具给冲掉 按照账面余额冲掉 假定 负债的账面余额是9000万 其他权益工具的账面余额 就是权益成分 是1000万 假定啊 然后今天我回购花多少钱呢 我假定花了一个亿 另外我还花了100万的交易费用 假定啊 这个数字就是主要是想为了更容易理解 更清晰的表达 刚才教材那个文字的理解 那么今天我花了一个亿 0100万 那这个呢 回购的赎回价款和交易费用 我要在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 两者之间进行分摊 假定分摊完以后 负债成分 就债务成分分配的金额是9090 我们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分摊 上面这个框框是负债成分 下面这个框框是权益成分 权益成分 总共花了多少钱 一个亿加100万 那么分配完以后 按照某个标准 这个根据题目的条件 我这儿讲话 负债成分分了9090 权益成分分了1010 这两个加在一起 等于我总的支出银行总款的金额 好 分配完以后 接着账务处理了 负债成分上面这个框框是负债成分 那负债成分我占命余额是9000万 那么分配的金额与占命余额两者之间差额 寄到财务费用里面去 这是我多花了一笔钱 负债对应的损益 权益成分这一块 那对应的就是权益 寄到资本公金里面去 借其他权益工具余额截掉 假定余额是1000万 然后1010整个负债权益成分是1010 1010减去 于它的占命余额的差了10万 那这个10万呢 我们提到是充减资本公金 在借房充减资本公金 也就是股本溢价 这就是有关可转债资回或者回购的快捷处理 通过这个呢 来理解我们刚才教材人所讲的这段文字 好了 这一块呢 注意一下 比如说 在上市公司实务当中 有不少上市公司 它行使这个回售权 因为它的股票价格已经超过 转股权的130% 在连续30个交易日当中 有超过12 15个交易日 都是超过了转股价130%的 所以就要回购 那可能就有这样的业务 给大家说明一下 或者说考一下文字题 那文字题我们通过分路 就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咱们同学比较擅长呢 算一算 写写分路 那种文字性的理论的东西 不予抽象 好 这就是有关复合金融工具 给大家主要是讲这两个方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本节的第三个问题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永续债等类似的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 这个呢 请大家注意 我们前面其实也讲到了永续债 这专门呢 有一个文件 叫永续债有关的会计处理 那下面 我们来看 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发行方的角度 一个是从持有方的角度 重点掌握括号一 永续债等类似的金融工具 发行方会计分类应当考虑的因素 什么意思呢 永续债 在分类时 它是金融负债 还是权益工具 前面前面也讲过 前面也讲过 那么今天就永续债 专门来说 除了要考虑我们前面所讲的金融负债的定义 权应工具的定义 还应当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个 到期日 我们说永续债 永续 永续 它是比爱情更长久的债券 这个时间 比爱情更长久的债券 那么它到底是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根据它的到期日来判断 这里面分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永续债合同 明确规定 它没有固定到期日 一直到无穷远 而且持有方 在任何情况下 均无权要求发行方 赎回该永续债 持有方就是对方 你没有权利要求我赎回 那对于我们来说 既没有固定的到期日 而且对方没有权利让我们赎回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可以不用偿还 能不偿还 我当然不偿还了 是不是 所以通常表明 发行方没有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那如果是这样 该永续债 应分类为什么 权益工具 第二 那如果永续债 未规定 固定的到期日 他没有规定 固定的到期日 但是呢 他规定了未来的赎回时间 没有说几年期的 但是在合同里面写了 有一个未来赎回的时间 这个未来赎回的时间 称之为叫初始期限 这个翻译也很怪怪的 叫初始期限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分两种情况来分析 首先第一 当该初始期限 什么意思 就是未来赎回的时间 如果仅仅约定为发行方清算日 一讲到清算 大家应该清楚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跨击基本假设之一 叫持续经营假设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企业 不会倒闭 不会破产 不会清算 那真的到清算了 那就是终止持续经营了 那这个企业就结束了 那如果约定的是清算日 那就意味着很遥远的 是不是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会的 通常表明发行方 没有交付 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所以呢 那应该是权盈工具 但是 如果清算 确定将会发生 什么意思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将要清算 有确定的时间了 而且这个清算 并不受发行方的控制 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 甚至是另外一种情况 清算发生与否 取决于持有 对方 主动权在对方 对方说 我们要求你清算 清算就意味着 要进行结算了 那这样对发行方来说 那就比较被动了 因此 意味在这种情况下 意味着发行方 仍然具有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那就应该是金融负债 好 这是文字 要注意怎么理解 接下来 第二种情况 刚才是圈一 仅仅约定发行方 为清算日 那么第二种情况 初始期限 也就是未来赎回的时间 一定要把这个名词 要对应起来 他说的是啥意思 未来赎回的时间 不是发行方清算日 我们刚才讲的圈一 是仅仅约定为 发行方的清算日 那圈二说 如果不是发行方的清算日 而且发行方 他能够自主决定 是否赎回永续债 这个权力在谁呢 在发行方那 那这个时候 发行方要注意 由于他不是清算日 那么 虽然主动权在我这 但是我们还是要谨慎判断 是否能够无条件 自主决定 不行使赎回权 也就是说 还要结合其他的一些条件 来进行判断 有可能 不需要行使赎回权 所以那就是权益工具 如果不能 我们刚才说 如果能够 能无条件自主决定 不行使这个权力 那是权益工具 那如果我不能 无条件自主决定 我很被动的 那就通常表明 发行方 还有这个义务 要交付现金 那就是什么 金融负债 这是从 到期日这个角度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把这里面的 讲的内容啊 理一下 他的思路 就到期日 这个因素而已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何龙明确规定 没有固定到期日 一直到永远 到无穷远 同时 对方 持有方 没有任何权力 要求我们 要赎回 或者清算 这很好理解 那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 没有合同义务 那应该是权益工具 第二 合同 没有规定到期日 但是 规定了什么 未来赎回的时间 也就是称之为 初始期限 大家要看 这初始期限 是怎么约定的 分两种情况 如果初始期限 仅仅约定为 发行方的清算日 这个清算日 也是很遥远的事情 持续进行假设 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企业 不会清算 那你到清算 那是很遥远的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 我这个箭头 只是针对这个框框而言 那也表明 发行方 没有合同义务 应该是权益工具 但是 要注意 如果清算 确定将会发生 而且 不会受发行方的控制 甚至 这个主动权 取决于持有方 那就不对了 那这个时候 对我们来说 具有合同义务 应当是金融负债 再来看 第二种情况 这个未来赎回时间 刚才一说是约定为清算日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未来赎回时间 不是清算日 而且呢 发行方 他能够自主决定是否赎回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看 这个自主赎回 有没有条件 如果他能够无条件 自主决定不赎回 我决定 我有无条件的决定 我不赎回 那就是权益工具 我不要偿还的 反之 不能无条件 不赎回 那说明能需要赎回的 要赎回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金融负债 这是我们刚才 所讲的 有关到期日 两个大的方面 给大家画了个图表 相当于是一个思维图一样的 一个思路理出来 前面的文字呢 比较抽象一些 好 这是有关到期日 下面第二个因素 叫清缠顺序 分两种情况 如果合同规定 发行方在清算时 永续债 列后于 发行方 发行的普通股 普通债券 和其他的债务 那通常表明 没有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 合同义务 关于这个问题 有同学看了文字啊 没有理解 其实我一说 你就听懂了 特别是咱们 有的同学学过经济法 你考过 你考了CPA 经济法 甚至或者说 你考了中级的 直升的 经济法 都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当一个企业 在破产清算时 那么首先要干什么 首先要交纳税收 员工的工资 需要偿还 这是排在最前面的 是不是 从清长顺序来说 税收 还有 员工的职工薪酬 这排在第一位 然后 那就是债务了 银行的借款 发行的债券 那叫什么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普通债券 其他债务 应付账款 这些 轮到他们了 然后又是谁了 那就我们这说的 如果企业发行的永续债 列后于 普通债券和其他债券 排在后面 永续债 排在后面 在清查的时候 普通债券优先偿还 你是列后的 排在后面 甚至 你有可能和谁在一起了 和股权在一起了 假如 和股权排在一起了 那就通常表明 这个永续债应该是 权益工具 这是从 合同上是怎么约定的 你的清查顺序 来进行判断 因为你 不同于普通债券 反之 第二种情况 如果合同规定 发行方清算时 永续债 与发行方发行的 普通债券和其他债券 处于相同的清长顺序 我觉得上面这个图表 画完以后 你就容易理解了 反之 如果这个永续债 和你排队排在一起的 说明你和普通债券的 性质是类似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审慎考虑 很有可能 它是金融负债 要进一步的进行判断 还要结合其他的条款 进一步的判断 这就是清长顺序 再看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前面 讲过 就利率 跳升 或者说叫票息 递增 也讲过 间接义务 有些合同条款里面 并没有明确 发行方 明确发行方 有未来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义务 但是呢 它有些条款 是间接的义务 那怎么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 永续债发行方 在确定永续债会计分类时 还应当考虑 间接的义务 永续债合同规定 没有固定到昔日 同时规定到 未来赎回时间 发行方有权自主决定 未来是否赎回 且关键是后面 且如果发行方 决定不赎回 则永续债的票息 要上幅的 称之为叫利率 跳升 或者票息递增 还记得前面 举过一个例子吗 固定利率6% 假如每次跳三个百分点 五年以后 第六年 你要是不赎回的话 我作为投资者 持有方来说 时间越长 风险越大 我要求的回报越高 再加三个百分点 跳三个百分点 如果再过五年 第十一年的时候 你还不偿望 我再跳三个百分点 这就称之为叫利率跳升 利率跳升 对于这种情况 发行方应当结合所处的实际环境 考虑该利率 利率跳升条款 是否构成 将来要交付 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合同义务 如果构成 那是金融负债 如果不构成 那是权益工具 那下面呢 我们就分两种情况来说 第一 如果跳升的次数有限 有最高的票息限制 比如我们前面 举过一个例子 他跳一次就到顶了 你跳就跳一次就结束了 这叫跳升次数有限 而且有最高的票息限制 另外呢 关键是另外一个条件 分顶的利率 没有超过同期同行业 同类型金融工具 平均的利率水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发行方来说 比如 刚才讲过 基准利率6% 假定也是固定的 而我们的 同期同行业 同类型 平均利率 假定啊 是 9% 9% 然后你跳 你尽管跳 假如一次挑两个点 也有可能三个点 也有可能一个点 咱们就假定两个点 那你挑完一次以后 是8% 你挑不了了 因为我有最高的票息限制 限制 假定啊 分顶是 假如分顶是8% 平均利率是9% 那你跳的8% 已经跳动了 而且呢 关键一个问题 你分顶的利率8% 是没有超过同期 同行业 同类型的利率水平 为什么没超过 那就不可能 不构成间接义务呢 因为对于发行方来说 他没有融资的压力 8个百分点 我跟你付就是了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 同期同行业 同类型的利率 我在融资的时候 我还要付9个点呢 所以他没有这个压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就不赎回了 这种情况 我也不担心了 我赎回以后 我还要跑别的地方融资 还要付9个点呢 那你这我付8个点就够了 我怕什么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该不会赎回的 所以可能不构成间接义务 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 跳升幅度较小 你跳呗 你跳 0.5个百分点 你跳再跳 你多跳几次 你也没有8% 反正我分点是8% 平均利率9% 你跳的幅度有限 你多跳几次也没关系 但是总而言之 你没有超过平均的 我也不会 我不担心 所以我应该 我不会想赎回的 因此这两种情况 下面框框表示的 这两种情况 可能不构成间接义务 相反 第二种情况 如果永续债合同 虽然规定了 票息分顶的 但是这个分顶 反过来说 是超过同期的 那通常会构成 间接义务 这啥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再说 假如基准利率是5% 每次 五年以后 他叫 你要是不收回 他叫 票息递增了 合同这么约定的 五年以后 你要不收回 这就只有人说 那我要加利息了 加三个点跳一次 好 三个点 这样就是8% 这还没事 没有分顶 然后又过了五年 又过了五年以后 再跳三个百分点 可以跳吗 可以跳 我每次跳三个点呢 但是这个时候 请大家注意了 后面 虽然是跳不动了 只有11%分顶了呀 但是 超过了同期 同行业 同类型的 平均利率9% 这个时候 应当构成间接义务 金融负债 有同学说 有的同学学的时候 就是文字讲完就结束了 为什么他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发行人 这个时候忍受不了了 我前面讲过这个问题 我在别的地方 把九个百分点 我就能拿到资金的 融资成本 九个百分点 你这一跳 跳了11个点 那我就要考虑 算了 我也不想给你 付11个点 我赎回来 然后我到 我需要钱的话 我在其他渠道 同期同行业 同类型的 平均利率 九个点 那我在那九个点 从资金的成本考虑 因此导致发行人 有一种想法 我要赎回 既然要赎回 构成了间接义务 所以这种情况 是金融负债 这就通顺了 就理解了 准则在资金时 都是结合上市公司实务 来分析判断的 好了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们下面再看 永续债 第二个方面 持有法 重点掌握前面发行方 持有法什么意思啊 就是投资人那一边 那么投资人购买了 发行方的永续债 他怎么账务处理 他怎么进行会计分类 那肯定是投资了 那投资有债权投资 有股权投资 我在长期股权投资 内容上说过 那么请注意 除了符合长期股权投资 准则的适用范围之外 什么意思啊 购买的这个永续债 对被投资单位 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 那就应该是 长期股权投资了 比如对方 分类为是权益工具 我们这一边呢 甚至对他 已经有重大影响了 这种情况也是很少的 很少见的 那么准则在之间 是他要严谨 他这种情况 那当然是长期股权投资 没得说的 反之除了这个之外 什么意思 还够不上 长期股权投资的标准 那么按照下列规定的进行处理 两个方面 第一 对于投资方取得的永续债 属于权益工具投资 一般情况下 对方分类为权益工具 我们对应的这边 就是权益工具投资 那我们购买了这个永续债 形成权益工具投资 股权投资 那我在记哪呢 只有两个科目 要么 作为交形形容资产 要么 指定 指定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你不可能作为债权投资 以贪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不可能吧 贪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说白了叫债务工具投资 这个实际上是股权投资 还有另外一个叫 以公云价的计量 切记变动 基础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 其他债权投资 也不可能 因为它不是股权 其他债权投资 核算是债权 不是股权 也反过来说 要是权益工具投资 对应的是这两个科目 要么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要么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好 那么再来看第二点 反过来说 那如果不属于权益工具投资 那应该就是债务工具投资 那这个时候对应的 有可能是债权投资 有可能是其他债权投资 有可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有同学说 债权投资我理解了 因为你是债务工具投资 对应的是债权投资 或者是其他债权投资 我能理解 为什么对应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关于这个问题 我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那块 也说过 以光云价值几辆 前期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它既有可能是股权投资 股票炒差价 我也可以债券炒差价 我们前面不是说了 购买可转债 进行投资 因为它的投机性特别强 波动比较大 差价很高 所以我买了它 作为交性金融资产 所以它也有可能是债券 因此交性金融资产 它比较 复杂一些 有可能是权益工具 有可能是债务工具投资 那这一块不就是选择提出来的吗 AVCD四个选项 对它来说三个 对前面来说两个 不难的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 好了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我们本节的内容三大问题 第一个是有关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这个是这一节最重要的部分 讲了九个问题 然后我们讲了这一节的第二个大问题 负荷金融工具 讲了两点 主要是针对可转债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永续债 讲了发行方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到期日 第二个是清长顺序 第三个那就是利率跳升 然后我们讲了一下 有关永续债持有方的会计分类 有可能是权益工具投资 有可能是债务工具投资 分别设计两个会计科目 这两个会计科目 或者是这三个会计科目 注意选择题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感谢观看